給他最正面的掌聲 大家好 主持人 台上的幾位先進貴賓 道長是武當山的吳振宇 跟以前北韓的國防部長同名同姓 我去為他的道長 張東山常常在網路上 大家看看他發表一些道政的理論 層次還可以再提高的 有的圈圈不滿意 但我們這個是大問題 這個史小姐久仰 好 我不是在叫 那個小弟我劉德利 在座的大概有一半可能都認識我 我也認識他 大家會覺得劉兄是一個講政治 講兩岸關係可能是一流的 你這個文若樹森怎麼還能談醫啊 談病啊 談這個什麼營養 好像也沒有什麼這個資歷 那不瞞你說 小弟對健康營養方面 也下了三十多年功夫 雖然沒有任何證書 用大陸話叫自學成才 起碼我們年過六十 到現在二十年沒吃西藥 現在還沒戴眼鏡 這個見到婦女同胞 都還可以哈一哈 證明還是蠻正常的男人 而且耳聰慕明沒有失眠過 起碼先坐到這裡 才能進步談 那三年來我沒有替眉峰站台 那麼過去啊 因為九十六年我就認識他 那麼站了四年的台 那後來因為簽到選舉 我個人覺得 我不適合參與人家選舉 不是我多高明 因為一個人精力有限 所以我想今後有關選舉的東西啊 我都樂觀其成 但是我可能沒有那麼多精力去配合 有些地方可能配合不好 反而不美 所以那最近眉峰啊 他一直要找我來談這個健康的 而且在email不斷給我 我蠻感動的 因為今天這個時代是非常嚴重的 人類最後的危機啊 先不要講什麼三奔地裂 最重要的是自然 竟然是自己的食物 自己的飲水 把自己害的要掛掉要毀滅 現在你看那個稍微要停水 大家就知道緊張 你每天用水的時候你不感覺 那什麼叫好水啊 關這個就可以講一堂課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他今天給我排了四十分鐘 坦白講我是有點意見 我這一堂課只要五十分鐘 但是第一次安排可能不夠 所以我演講通常都是三到五小時 從來不講三到五分鐘的話 所以今天四十分鐘啊 只能用開胃菜 點到即時 所以我的題目啊 我就臨時考慮了一下 因為我很多話題可以講 我們整副黨郭主席啊 他在郁達有個訓練班 上回我也講了四次 講水啊講基本的營養概念 我們呢絕對會講的比一般的西醫高明 為什麼我講這句話 人家讀七年醫學院 你算老幾講這話 但是我要告訴你 在國際的統計 包括美國 平均醫生的壽命 比你正常能短十到十五年 所以當你的身體健康有問題 找這些比你短命的咖來處理 真叫做問道於忙 自尋死路 醫生在醫學院 gross design